中国最完整的高原湿地 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最完整的高原湿地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四川黄龙了 黄龙风景区是中国唯一一个 保存得最完好、最完整的高原湿地 海拔3000米以上 面积大概1400平方公里 以彩池、雪山、峡谷、森林 组成的四川文明中外 后来再加上滩流、古纸、民族 并称为七川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片千年地表泰 曲折渊然的地势 就好像一条黄色的巨龙 妥饿在雪山峡谷之中因而得名 黄龙风景区还有一个很唯美的名字 叫做人间遥迟 说的就是位于主径区黄龙溝上面的五彩池 五彩池大小不等 形态各叶 在阳光下光彩奪目 就好像大地上的调色版 非常神奇 五彩池的池水只不过是普通的清水 但是为什么会有颜色呢? 原来和池底的层色物有关 五彩池池底一面 含有大量灰白色概画和黄绿色组类 当阳光照射的时候 这些物质就会吸收和反射光线 池水随之发生颜色变化 就会呈现出彩色的视觉效果 下次去四川旅行 大家记得将黄龙写入打卡清单啦